在明天早上6點 就是汐止的閘道跟機上道路就會通車 也就是說汐止交流道就恢復到 這個發生攤滑以前的一個狀況 現在的位置往前一點點 往前樓 原來的位置在哪裡 原來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對 它會往前一點 11月1號2號 我們汐止交流道的攤滑 造成我們的主線跟閘道都受到影響 那我們在7號已經把主線 兩線都已經讓它通車 那在我們高公頃的努力之下 現在就是我們閘道跟我們集散道路 他們包括把這個H型鋼 做這個邊坡的穩定 這也做好了 然後包括他們的一些排水部 他們做一些整理 那土方也印的差不多了 所以在明天早上6點 就是汐止的閘道跟集散道路 就會通車 也就是說汐止交流道就恢復到 這個發生攤滑以前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的邊坡會花半年的時間 在我們路全旁邊 這個繼續來進行 把它做一個永久的一個穩固 那這部分也包括大家一直討論的 偵測器的位置要不要更廣一點 這個部分在高公頃這邊 也有一些計畫在進行 那這段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造成我們用路人的不便 我在這邊表達抱歉 那高公頃同仁也非常日夜 24小時的施工 那現在全部都搶通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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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